請編讀上次會議紀錄 宣讀第 1 6 次會議紀錄 第 1 5 次會議紀錄結論同意被查 報告案 案 1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段四小段479D號等 棲林組織新建工程 臺北市地鼓擊蔡瑞瑞瑞島研究社 涉及文化資材保存案 第 34 條規定報告案 結論 本市中山區中山段四小段479D號等 棲林組織新建工程 臨直轄施定古蹟蔡瑞瑞瑞舞島研究社 未有文化資材保存法定 34 條所列 有破壞古蹟制完整 遮蓋其外貿不足的習慣來報告至於容易被查 2 請開發單位續送台古蹟監測及保護計畫 與文化局審查 後續並距離執行 案 2 臺北市萬華區萬華 領域小段5C1D號等無比體系列工程 林歷史建築工程 封皮疗歷史建築群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4 條規定報告案 結論 本案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4 條所列 有破壞歷史建築之完整 遮蓋其外貿不足色其觀覽通道之餘 同意被查 2 請開發單位一審查通過之 歷史建築監測及保護計畫 距離執行 案 3 空總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圍牆景觀改善工程 離歷史建築空軍總司令部就職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4 條規定報告案 結論 1 本案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4 條所列 有破壞歷史建築之完整 遮蓋其外貿不足色其觀覽通道之餘 同意被查 2 請開發單位一審查通過之 歷史建築監測及保護計畫之餘執行 審議案 案 1 市林區連勤陽明山交代所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暫緩審議 請文化局再次邀及委員會開 並就名稱建屋本體及地主主地範圍討論後 再提送本審議會審議 案 2 檔案區井南路三段18號鴻爐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有關檔案區井南路三段18號鴻爐 登陸文律史建築案 本案出席委員13人 出席人數達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委員9人 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人數三分之二以上 公本案決議同意登陸為歷史建築 二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閱 三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備職審議 及補助辦法辦理後續事宜 案 3 大同區井也憑北陸一段 66項股強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有關大同區井也憑北陸一段 66項股強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不指定古蹟不登陸歷史建築 並同意檢除列測案 本案出席委員13人 出席人數達委員為人數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委員13人同意 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人數三分之二以上 故本案決議同意不指定古蹟 不登陸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並解除列測 案 4 指下施定古蹟台北工廠 修復其再利用計劃審查案 本案將會政委員為本案計劃主持人 以自行迴避 結論 本案出席委員12人 迴避人數1人 實際出席人數11人 出席人數達委員會人數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委員11人同意 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人數三分之二以上 故本案決議1 委員意見修正後審查通過 案 5 歷史建築加荷新村永春街 131項1 5號 131項3弄1 3 4號 及防空洞修復再利用計劃審查案 結論 本案出席委員12人 出席人數達委員人數十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委員12人同意 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人數三分之二以上 故本案決議審查通過 案 6 執下施定補給清代機器舉移購 工作圍牆與十百道者 是開坑考古移植發掘計劃審議案 結論 本案出席委員12人 出席人數達委員分人數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委員12人同意 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人數三分之二以上 故本案審查通過 請申請單位以審查通過制 考古發掘計劃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至已辦理發掘作業及後續事宜 案 7 北投區 真嚴宗史庫建築群層基本體 定住土地範圍及指定補給審議案 結論 1 本案出席委員12人 出席人數達委員會人數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委員12人同意 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人數三分之二以上 故本案決定同意通過 二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院 三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補給指定即任 被指審查但法代理後續事宜 以上紀錄請委員確認 其他稿子有明記者 如果沒有 我們實際上會對他 只要我們往下 報告案 1 案有 108 年度公有文化資產股外 第二階段補足機會辦理行程 報告 108 年度公有文化資產股外 第二階段補足機會辦理行程 請保持攻劍 依據《武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次條基 臺北市古籍歷史建築 經驗建築 建築群補助貴要責 大理情情如下 本市108年度邊緣工融化資產補助經費 經常門新台幣90萬元 資本門360萬元 資融化資產補助經費 經常門500萬元 資本門2500萬元 第一階段工資有經常門合併補助解剖 108年3月18日本審議會第115次會議同意被查詐案 本案次第二階段申請 本次的申請狀況皆為公有文化資產 經常門及資本門各議案 本案專案小組經合派由米副國委員 丹田權委員 劉淑英委員組成 108年5月3日召開108年公有文化資產補助案 資本門及常門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紀錄小部建議第三到第六頁 專案小組建議核定奔配結果說明如下 公有文化資產補助經常門申請案 108年度資利古基前日均衛術醫院北投分院 日常管理維護計畫 保護數目修剪計畫 專案小組原則同意 補助經費 蓋蓋算數為新台幣9萬8千人 依前訴經費蓋蓋算數以新台幣2萬9千 公有文化資產資本門 108年度施定股基周高等 文明學校作業是緊急搶修計畫案 原則同意補助經費蓋算數為新台幣195萬3千 458人 以新台幣160萬人為上限 第四 考量年度預算執行及補助效益 前接經合併支補助案 應與簽訂經費補助行政契約後 幫助辦理發報作業 補助案執行期間 本局將不定時態員長合及指導監督 108年度公有文化資產補助案 文明固執行至108年8月30日 只能無具體執行成效 原核應補助資經費 本餘等事情 間輕鬆撤銷費 或納入後續聯度補助蘋果 第五 經業務科建道108年2月1日 市有文化資產補助案 資本門專案小組會審查會議記錄 合定補助結果 108年3月18日 本省議會第115次會議同一被查在案 前接會議同一補助金額系 委員建議補助金額為上限 而補助額度百分比為業務科技算之結果 立非委員與會議相所提 顧國休會議記錄 為合定補助上限金額補免 請見附件二第七至十五頁 重遣所述 本次經分配後 公有花資產經常能餘額 七萬五千六百元 資本門餘額兩百萬元 禮拜年起 統一被查前述合定補助結果 及108年2月1日 市有化資產補助案 資本門專案小組成長會議 修正或會議記錄 補助分配結果將公布於本局網站 對報告的一部分 我們禮拜年 把他年第二階段補助金額再接近 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 如果沒有我們是同一被查 就下一個案 等一案 由稅子區域公益委服務中心預訂立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例十七條 十八條 十九條 及六十一條 普及指定及廢紙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 經驗建築登陸廢紙審查及輔助辦法 聚落建築群登陸廢紙審查及輔助辦法 文化體關登陸及廢紙審查辦法 其他也是 普及歷史建築 經驗建築聚落建築群 康布移植史基金 文化體關審議為會議 113 次會議決議續辦 辦理情形 法案基地前屬為提依學校使用 105 年經民眾提報文化體關 文化局依法列策最終 二 管理單位故宮國務院有佔用計畫 請本局確認該基地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以及稅益子權啟動文化資產審議程序 在107 年 3 月 16 日 籌組專案小組 游民 復博委員 召集人 李前央委員 蔡苑陽委員 詹青年委員 及張坤正委員 召開文資宣刊 又因 107 年 4 月 19 日 廣邀委員的意見 辦理了第二次文化價值會刊 邀請了劉淑英委員 蘇英明委員及代表村委員 進行第二次文資會刊 本局並於 107 年 10 月 2 日 邀請文資委員 蔡苑陽委員 李副國委員 劉淑英委員 就文資價值評估報告進行討論 相關的會議記錄 請委員詳參數件 1 2 3 本案並提送 107 年 12 月 28 日 的審議委員會 第 113 次會議審議 當次的會議結論是 本案納入故宮本體區域 籌組文化資產專案小組 進行整體性的討論 本局於 108 年 1 月 25 日 召開國立故宮國務院 整體文化資產價值 及國父紀念館周邊環境 後續諮詢會議 忠誠委員的意見 委員會建議 魏清兵學校舊建築未必 以實體保存方式 歷史記憶事件和彩文字 影像記錄保存 其歷史脈絡及文化意義 乃應在故宮整體計畫上 被重視並在線 既有執災群警官 意向依應於保存 融入於新開發案中 會議記錄 請委員翔參附件4 其他補充資料是 本案的評估報告 翔附件5 這個問題是不是有 護宮跟登記發言 對 原則上我們先把議程 先說明一下 等委宮有登記要簡報 是原則上是10分鐘 其他有兩個單位在登記發言 原則上是5分鐘 等要請掌握時間 讓我們先請 國立故宮國務院 主席委員大家好 我是代表故宮建築師 負責這個案子的議論 整體的部分 那我們整個布宮藝文園區的一個文化資產價值審議的部分 大概有整個部分 大概4個章幾個 大概11頁的部分來說明 大頁 那我們看到這個是基地的配置圖 北邊的部分就是布宮的國務園區 南側的部分 南側的部分就是這次的一個基地的一個部分 那總共有不動建築物 有A1 A2 A3 還有B1 B2 總共不動建築物 下一頁 那那三個關節的A1 那這是整個全區的一個空照 我們可以從空照圖看到我們基地的 這個照片的北側的部分 建築物分布寧靠近外面西的A側 所以A1 A2 A3 然後B1 B2 整個早期會許許許許多的一個 留下來的一個均勻的建物 下面 那整個建築物的部分的一個基地調查 我們可以看到這不動建築物 第一列的部分就是建築物本身 那當初可以找到的資料 在誇好的部分 就是當初新建的一個 連線跟通照圖可以藏到一個時間鏈 那第二列的部分是建築結構的一個使用情況 目前幾乎都是R系結構 只有A2洞面剛均層是一個中正桶 所以它是一個RC 後面也是一個大間均層的鋼桶 那第二列的部分 A1A2A3是角形 也是兩洞面 C兩層的一個建物 那B1B2是一上三層的建物 那樓底藍面積就是這第三列的說明 那整個之前的一個使用現況 A1洞的部分其實之前是一個 目前是陸工在安管室在使用 A2洞是目前在做倉庫 我們創行銷處的一個是有 A3洞目前是空置 B1B2都是之前的宿舍 那之後我們規劃的部分 預計使用是A1洞的部分 A1是一個旅行服務中心 然後2樓是一個辦公室 A2A3也是辦公室使用 B1B2是之後圖書文件管的使用 這是目前一個整個計畫的一個 中期空間的一個規劃 那這是A1洞的一個現況的一個照片 那左邊就是現況調查的一個品驗頭 那整個建物的現況的部分 A2就是一個RC一上兩層 面積162 對不對 目前現在是閒置在那邊 有安管室在負責管理 A2洞的部分 這是目前 中期空間 中期是一個 A2左邊就是它的理念圖 那它前面的那一棟是 前面的那一個是一個RC2 就是那個建物 後面就是這個 DOWN的一個建物 那整個面積大概880F 它的使用現況其實是目前在文 就是給文創型銷售使用的一個 一個倡庫空間 A3中的部分 是早期應該是 衛星學校的一個 均勻的一個行政大樓 所以 1樓是一個開闊的空間 2樓的部分 是一個半空的空間 那整個建物的面積比較大 是1239F 那目前現況是閒置的 沒有在使用 B1 B2洞 目前就是 從右側的照片 可以看到早期時 均勻的使用 它是一個宿舍的一個使用 那整個的建物是三層樓 那整個空間的面積 大概1065F 那在90年 衛星學校交給護工使用的時候 那A1 B1 B1洞是有一個宿舍使用 中心頭 因為結構損害比較嚴重 所以沒有使用 那整個規劃 我們未來規劃的一個目標就是 整個園區內 你所有的榮博 78顆的榮博會保留 那建物的部分也都保留下來 之後 A1洞會作為 會遊客服務中心 跟行政辦公區 一個使用 那A2 A3等於是整個體規劃 所以它是一個中繼空間的 一個辦公室使用 那B區的部分 整個會把圖書文獻的部分 搬進來大概26萬冊 有600組的書櫃 來作為庫廠中心來使用 所以我們在整個的 一輪服務中心的部分 主要的規劃也是保留 既有的建築物跟綠地公園 那利用這五棟建築物規劃 有部分開放給遊客中心服務 那另外主要其實在行政辦公區 跟圖書文獻館 作為整個區內的一個使用 第二個部分 那整建後的藝人服務中心 可以保留周邊一個原生的景觀 跟生態系統 可以提供參訪者便利群的一些公共服務 例如遊客諮詢 導覽警戒跟洗手間的一個使用 那第三個 那整個的開放部分 開放整個綠地公園 可以給周邊的居民跟市民 作為戶外休閒工件 那形成布公與周遭居民的一個敦心目離 互利共同的一個多應局面 這是整個案子的一個規劃 謝謝 那接下來是大雙溪豪土聯盟 宋厚嶺小姐 那接著上次五分鐘 請掌握時間 主席委員大家好 大雙溪豪土聯盟 列任尊代表發言 依照107年12月28號 113次會議的結論 本案 後面我們稱衛景學校 是納入故宮本體區域 籌組文化資產專案小組整體討論 因此 我們認為 今天的會議 不應該就衛景學校部分進行個案審議 這以違反113次會議的決議 第二 故宮整體院區的專案小組 已經在108年4月3號 進行文資會刊審查後 依照文資法第三條 應該先辦理工廳會 才會進入大會審議 因此 本聯盟認為 今天的會議 不應就衛景學校部分進行審議 這以違反文資法第三條規定 第三 本案至今 為軍方都沒有提供完整的資料 文化局應該有因應的對策 第四 本聯盟認為文化局應該依照文資法辦理 故宮整體院區案的工廳會 在之前 新故宮計畫 曾經辦過兩次的工廳會 會後 故宮也已經公布了 就是說 有新的行政大樓 要蓋在衛景學校這個區 我們聽到剛才的簡報 並沒有做說明 所以我們認為 文化局不必配合新故宮計畫 而做出違法之舉措以上 下一位是何智維定法委員辦公室唐益齊 各位好 我請代表何智維定法委員辦公室進行發言 就像陳如剛剛蓮老師所說的 就是如果按照上一次的會議結論的話 我們希望說 就是 衛景學校部分的文資的審議 能不能跟大部分計畫 就是新部份計畫的部分 就是整體來進行一個審議 而不是說 今天衛景學校的部分 單獨拿出來討論 我覺得說 就是跟上次的會議有一點出入 對 那還請各位委員跟主席 那根據剛剛蓮老師的一些陳述意見 進行考量 感謝大家 一位是蕭文傑先生 好 那個文化局已經開過 無數次的文資會 到現在還不會開 我想舉個 因為上次跨欄新春 才被撤銷機制 撤銷文化自然資格 就居度被撤銷 看起來在程序上是 非常不了解 那這件事情 文化資產的審議要通知 必開關係 請問一下 我跟何處理 認為這邊 文化局氣通知沒有 到現在沒有收到 是蓮老師告訴我 所以今天光是這個程序上 就違反了 第二個 我雖然跟蓮老師在 但是我必須要聲明一件事情 我跟蓮老師並是有關係 那也就是說在意見上 我雖然跟蓮老師不見得一樣 但是我要講一件事情 既然會議的結論是本體的要請 視為一級 這也是當時我們補見 做這個急報的一個用意 那既然是這樣 那為什麼沒有按照當時的會議紀錄做 那蓮老師剛才講到的是 那個文化警官的 所謂的審議的一個流程 他必須要公聽會 就是限開完以後 必須要開公聽會 才是審議 這個階段是 文化資產裡面的文化警官 登陸廢止辦法第三條 剛才蓮老師那個 那個稍微有點說清楚 也稍微注意一下 程序都沒有完備 今天不是說在卡卡布光 而是 不是在卡布光 我反而會覺得是文化局在陷害故宮 文化局在陷害故宮 所以老是都沒辦法審 我對故宮裡面有任何的 所謂的一個興建只要是合理的 我想民眾沒有去反對的理由 他只要是文化資產該保留的地方就保留 但是我希望在流程上 不要造成所謂的 讓對大家時間一次一次的來 但是一次一次的不合法 謝謝 幫我兩位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要補充 我手指 有關於慧琴平學校這個案子 我們在107年3月4月半或兩次的專案小組會談 過去來辦了討論會議 然後提送到去年12月28日113次大會的時候 委員會說是希望能夠納入故宮文體區 籌組文化資產專案小組進行整體性的討論 這個結論我們在108年1月25日 召開過這個討論會議 邀請了許多委員一起討論 也得出一些建議 然後再送到這次的大會來審查 另外也關於北策的部分 也看過專案小組會議 後續的應該進行的一些公定會 什麼違法去辦理 今天是針對檢測的部分來進行的宣傳 這位老師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或者是要分解嗎 這位老師 好 那如果沒有 董珍這邊還有 如果沒有的部分 那可能我們就要進入我們的先段程序 就是然後等我們可以將意見部分 然後再進行 所以我先放棄了 我先放棄了